去邀请前港者来坐上船火的巨星 来一起玩,譬如周星驰 最近我看到娱乐新闻好像是这样 不知道是什么乐选港者 去周星驰上游艇 乐选港者不如吃乐乐选亚者算吧 你又推你的 阿怡后门交制会会长身份出来 游销这东西 很难销售你的项目 不错,我觉得周星驰是适合这一款 他找我下面的卡士 对了,现在李健人都有人去补替一下 我觉得阿怡真的很棒 阿怡很棒的东西 我想一下,其实他像咸球 你知道吗? 咸球是万能圈 是啊 你有没有看过阿怡拍的照片? 他在这些游乐场是同一个样子 跟着去小人国 世界遮窗也是同一个样子 海洋公圈也是同一个样子 他无论那天是好天晒 落雨淋 其实都是同一个样子 这个就是跟金小小民工作的咸球很相似 咸球只有表情 但他后面的背景是常常转的 这个就是考验咸球和阿怡的定力 无论泰山奔鱼前也是同一个样子 这些就是战略定力 习大大经常说战略定力 这些就是有功力 这些就是有功力 你把阿怡捧到这样的高度 我们不跟就不行了 真的 又跟习近的战略定力拉上关系 我告诉你 咸球是怎么来的 其实咸球就是金小民的staff 那些staff 都是同一个表情 你见到他也是同一个表情 但是他也是八变的 他那个创意也是 所谓的这个 就是网络潮语 轻到尽头就是刑 一些东西重复重复地做 就变成一种什么呢 变成一种行为艺术 就是咸球那张照片不断出现之后 就变成一个行为艺术 无论他那个 太公布那段话说什么都好 那些咸球都是那个样子 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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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说 咦这个叫做pop art 其实是 pop art Andy Warhol那些pop art Andy Warhol就是 毛泽东像就是一样 他的样子是不变的 但是他的嘴唇的颜色是不断地变的 你看到老毛的流像 就是pop art 如果听众有改图高手 弄一张艾仪的pop art 是 给大家看看 另外很多人问咸球 想看咸球的样子是怎样 我们很多人真的没看过 咸球的样子是否找到 太公布咸球 我现在很容易找到 很容易找到 就是一张这样的照片 好 好 等一下 我现在先放出来 咸球 咸球的真人 其实不是那么坏的 OK的 其实 都持有价 穿多 我看他真的是真人的样子 只不过这样被他恶搞 是吧 就是 这样就成名而已 那大家听众 Samson提议 请阿怡去大家吃 不如君佬和阿怡拍照就行 是吧 是 是 以前有《苹果日报》 如果以前有《苹果日报》 他就会做这些 做了 是的 他会扯红线 其实会这样去玩 但是现在就 大家看到了 这张《泰公报》 大家看到了 就是这个香港土炮 《苹果日报》 我觉得 金小米香港的Andy Warhol 是的 这个《泰公报》 是在讲80年代的 大哥 现在在讲这张 是的 不是在讲现在改图 网上用APP改图的年代 是用影印展出来的年代 但是《银球》在版面的《泰公报》里面 每一个新闻都是他的样子 但是他改了不同的发型 嗯 是吧 你想想 今天 可能大家不记得了的了 这个《泰公报》里面 讲一下香港人最喜欢吃的水果 知不知道是什么 嗯 不知道 哦 今早丢尼斯佛 哈哈 是吧 是 曹总是真的年轻少了一点 是 你把两个对联交了 是 其实是今早吉利罗友 啊 今早吉利罗友 下午丢尼斯佛 哈哈 是 是啊 你把上下轮 把这个交换了 很多人都不知道的 其实 也是泰国报里面的一个专栏就是那些色字卡 我们以前小时候玩的,比如色字卡是什么呢? 我画了个苹果,然后写着Apple 它是色字卡的,就介绍香港水果,金,香蕉的椒,吉仔的吉 接着就是这个绿油,还有底 大家看到了这个 大哥,我们变成一个怀旧节目,为什么? 很多人真的没有看过 是啊,很多人说有女观众,这些是香港文化 是啊,香港文化就是没有禁忌的 你以为开心字典,曾志伟自创的,现在很多人以为 你以为周星馳那些东西是他自创的? 在唐八虎点秋香里面,李嘉仁画的秋香的样子是金小民的 是啊 那个绍牙真来的,其实是 大哥,香港现在我们所说的无厘头的始祖,其实是金小民 嗯 是吧? 哇,这么厉害 遲些有机会给大家看看 所以我就说,这些观众太过年轻 第二,千万不要道德塔尼班上身 什么都是说道德正确,政治正确 在一个这么抑郁的日子里面 如果我继续每天三个小时告诉大家 大家听香港很糟糕,大家会怎样呢? 其实拿咸球,金小民都是和大家娱乐一下而已 是啊 如果听节目都这么道德的话 就去听李子敬啊,应该没有这些东西的 金小民那些没有 但是如果你是地道的香港人呢 其实你就会知道金小民是什么的 是吧? 金小民的样子也很滑稽的 金小民的样子 他本身就是一个卡通的样子 是啊,他本身是卡通的样子 所以我就说,如果金小民cross over阿怡 可能也有些计划 你身为后援会主席,这个真的有机会 我觉得,由80年代的咸球进化到今天的阿怡 阿怡是真人版咸球,是女版咸球 不是啊,而且他真的可以做表情包 做这个迷恩 我想在网络上是会很受欢迎的 是啊 我那次听完你唱歌 不是,你不是传了一条连续去唱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是啊,是不是厉害了 我做完节目之后 我做完节目之后 原本你睡觉的那段时间 是不是很兴奋到睡觉呢? 不是,我就跟康永鲜吃早餐 我就在那里按进去自己听 然后康永鲜看不到画面 他问我,你听什么歌啊? 做完节目这么累 为什么你还不听那些越南文的歌? 哈哈哈哈 他真的以为他在唱越南文的歌 像什么呢? 像什么呢? 以前这个掌门人 就是曾志偉掌门人 隔不中找那些人来唱广东歌 然后叫对面那些人猜一下究竟是什么歌 是,带着个耳机在那里唱 是啊 是啊 但是我发现了另外一个人才 就是帮他谈结他那位伴奏的歌 是啊,很厉害 这个真的是泰山奔于前而识不拒 是吧? 刚才所说的,战略是什么? 有战略定力 是啊,有战略定力 真的 是啊,真是厉害 不脱,不脱,不脱 一直忍到笑,不脱 是 还要什么呢? 完了之后说句话 是吧? 大哥,多专业 是吧? 很专业 这就是香港成功的原因 是吧? 是吧? 不是,它有一个社会作用的 它的作用就是因为现实实在太残酷了 是吧? 你说九十年代 为什么九十年代会有无厘头 就是这个轻易呢? 是因为现实太残酷 所以那些人急需去找周星馳 这些东西 去麻醉一下自己 不去想想前途的问题 这样 那现在一样有的 是吧? ViuTV 其实某程度上是用了这个功能 其实是 不过今次不是ViuTV 竟然是ATV杀出血路 是吧? 我想ATV都不知道自己杀出血路的 我想 都是靠 连登仔 网民 那样 大家一起责弃 法公 加上你 这些 其实是 是 是 是啊 其实这些是不惹小的 我觉得 嗯 回来 本来不是说这个 说这个大外宣塔利班是什么 大家要留意了 现在小粉红全线出击 就是说中共的宣传是这样 是 就是借美军撤走塔利班攻入赫布尔 去否定美国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国家 从而就说 那你相信 如果美军会保护台湾的话 还不死得 那么 国民党里面就配合的 在台湾岛内 也是借塔利班攻入赫布尔这件事 就去spin了 嗯 所以我就说这个是大外宣来的 记住 我再说一次 美军住在阿富汗20年 是吧? 没有石油出口 一个没有资源的国家 搞学校给女人进去读书 大学里面收这个女人 女士去做这个学生 也都有这个女士出任这个 行政机构的高级行政机构 可以上班 可以自己搭的士 大哥 你还有记住 阿富汗的地方农村 不只是搞女人的 搞男子的 还有 那些强势的家族 是可以征用那些农民 弱势的农民的小孩做戀童的 大家知道吗 那些左胶 不是搞女人 是搞男子的 还有 大哥 这些所谓相对主义者 我都说过很多次 是吧? 如果美国派兵进去就是帝国主义 美国撤军就违反人道 那你觉得美国应该怎么做 是不是? 如果你说阿富汗的人民决定阿富汗自己的前途 好了 那你欢迎塔利班 那你就决定自己的前途 如果你说其他国家一直指责这个 美国不负责任制造人道危机 为什么你不开放自己的难民配额给阿富汗的女人 嗯 如果你说自己这么大仁大义 美国整千亿的开支 死了的美军是不是应份的? 我想问 大哥多谢都没有一句 美国在阿富汗拿走什么 我想问 这些废佬 是吧? 好了 现在就反过来说 阿富汗的女性命运就很悲惨了 阿富汗女性命运悲惨的源头是什么? 是因为国际社会有很多仆街 在眼中只见到 钱两个字 见到利益两个字 是毫无价值信念 你问我美国人做的 美军做的东西 已经超出他们可以承担的东西 有没有一个国家 有没有一个国家愿意 这二十年来在阿富汗这样做? 我觉得为钱也好些 为钱大家都明白 是吧? 这个自私自累人的天性 但问题最狠狠的就是 你因为私怨 是吧? 我不相信 你好像张翠庸那些 因为你这样说两句 会多多久修 是吧? 是为了什么? 是吧? 你不觉得 你难道你不觉得 这些就是文化相对主义 是吧? 是文化相对主义 这个世界是没有普世价值的 是吧? 但是没有绝对的 没有绝对的邪恶的 是吧 塔利班这种就是他们的文明 是他们的宗教 是吧? 女人不应该读书的 不应该抛头露面的 是吧? 不应该出来做事的 这些是他自己部落社会的文明习 我们就不要干预 就是一样的 就是说 共产党的文化就是什么呢? 总之你批评他一句 全家抄斩的 这个就是共产党的文明 所以不应该批评 不应该干预 是吧? 这个社会你想想 没有了美国 阿富汗今天如果由1996年到现在 都还是塔利班执政 没有911没有拉登事件 阿富汗今天会是怎么样? 大家有没有想过 今天的阿富汗女性 你说她20年 可能还有机会读过书 有一帮女性 如果现在由96年塔利班执政到现在 全部生了一堆孩子 在农村耕田是吧? 嗯 这些人说话 你是不负责任 你说要尊重那些文明 那谁去尊重那些女性? 是吧? 你尊重那个文明 那不是文明来的 那是独裁者 那是政权 那是政权 你是她的什么? 是吧? 尊重一个有权有势的人 她需要你尊重吗? 是吧? 是吧? 尊重一个有权有势的人 她需要你尊重吗? 是吧? 大哥 你想想 如果她是全球最大的海洛英出口 根本上是一个贩毒国家 塔利班是贩毒政权 那我想问毒品害死的人 是谁去关心他们? 是吧? 有没有人尊重这些人? 是阿富汗大量吸毒的人 是谁去尊重他们? 是吧? 如果你尊重这些叫做文明 大哥 他连文明 什么叫文明的基本定义 都不懂 我觉得 纳Q杀 是吧? 就是以为自己去得多地方 是吧? 又说战地记者 然后人说你又说 是吧? 九五八八 你说这些东西 都不合逻辑的 是吧? 你就是说 你现在有个阿富汗 他现在在哈布尔 其实他是一个市中心的市长 一个女市长 中部省会的女市长 叫Maidenshare 他接受The iPaper访问的时候 他说什么? 我不能够离开家人 就算可以 我也不知道去哪里 他27岁 是最年轻的市长 他在这里说 他是首位女性的公职人员 他就说 啊 年轻人都知道发生什么事 他们有社交媒体会交流 这个是三个月之前他说的 我相信 他们会继续为国家的进步 和我们人权而抗争 我相信这个国家仍然有未来 这个女市长他说的这些东西 是不是一个文明的希望 他们是不是文明 这个看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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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种理论的一个盲点 其实是 因为他不看真实的世界 他相信一个交 为什么叫交 左不一定交 左可以很批判性 但是交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去到一个盲目的地步 盲目到一个就是他相信那种理论 去到盲重的地步 而不是去看真实的世界 也不是理论 理论都好些 你现在一页张目 是仇恨而张目 是因为你对美国的思怨而张目 你看不到其他东西 我想问 你这么仇恨 美国人害了你什么 很简单 我就是说香港 美国人害了香港什么 我想问 我们小时候 那些教会 来香港传教 那些浸讯会 那些 很多是美国的新教 基督教 然后香港很多难民 万山遍野 都是大陆逃难 走下来的人 50年代 住在那些木屋区里面 教会在那里派福利 很多是美国教会 一些根本香港在哪里都不知道的 一些很纯扑的清教徒 欧洲也是 德国好 比利时好 丹麦好 职工盟 你知道怎么成立的吗 其实是由国际工会 很多拨款是来自北欧的 其实是 和教会的 基督教工业委员会 早期 留铅石的时候 其实那些钱是来自教会的 不然怎么会叫做基督教工业委员会 我们之所以成长之后 不是变成小粉红 我读的小学是一个比利时的修会 是一个比利时的修理 我校监校长也是 大哥 这些西方所谓的帝国主义 你左胶眼中 这个就是人民鸦片 帝国主义嘛 大陆的港法 这些全教士 我想问他们欠过香港什么 我想问 所以我说做人有些很基本的东西 就是所谓的 你得到别人的恩惠 别人的那些给你的东西 不是必然的 不是理所当然的 其实是 好了 赶走塔利班 你就说美国帝国主义 20年之后重建不成功 是不是美军的责任呢 我想问 是不是 国际社会有没有责任呢 是不是 在他身边那些强国 是不是有更大的责任呢 伊朗 俄罗斯 中共 在阿富汗周边那些 巴基斯坦 在幕后支持塔利班的沙地阿拉伯王族 嗯 是不是有责任呢 如果你要谴责 是不是谴责沙地那些巨富呢 应该 他们都是拉登的企业 其实是 是支持拉登和塔利班的 嗯 是不是应该谴责顺利派的 这些极端教议呢 所以我就说一知半解 是不是 为什么呢 很简单 是选一个不会还拖的人来抽的嘛 不是 而且他觉得呢 因为美国是世界一强 他觉得呢 为这些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出声呢 就叫做咒为弱 大哥啊 他用不着你作咒为弱啊 在他铁蹄下面的人民啊 你也是女人来的嘛 是不是 你有没有为他们发声啊 真的 所以我就说 因为他帝国主义理论 这个所有的东西都是源于列宁 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 帝国主义理论 背后其实是民族主义 嗯 好了 但是如果你身为一个美国人 或者香港人 你受这种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影响 你站在塔利班那边 站在当年的越共那边 站在当年的波尔布特 赤色赤简那边 喂 全部有前居可降的 不是你现在无知啊 Polpot是杀了四分一的柬埔寨人的 是 越共统治的越南 是人间地狱来的 是不是 全部是前居可降的 好了 你不去追究 所以我就说 谁大谁恶就是这样的意思 就是等于 以前你记不记得 香港很多 现在准备参选的人 都攻击泛民大台 为什么呢 因为泛民大台就是 麻不还口 打不还口 嗯 是吧 就不断被人攻击 说要香港民主负责 好了 到现在就当没有一件事了 假扮看不到 全部都拉进去 是吧 原来中共 又说他们要勾结中共 那些当日指控他们勾结中共的人 那些人呢 现在泛民大台逐个被中共击破了 为什么呢 因为很欺负 为什么他们每一次一出来 第一个指责的 就肯定是黄丝 你记不记得 五加浪事件 是吧 那些魏王 KOL 一跳出来指责的 就是 最坏都是黄丝说 五加浪穿黑衣 手足 那穆家俊就出来 总会是这样的 为什么呢 因为 老虎屁股 他不敢碰 是吧 是吧 他就会选择 你现在最坏的 是什么 无论加拿大好 澳洲好 英国好 美国好 大部分的大学里面 的社会科学和文化学 都是控制在左交手上 然后宣扬一种的道德相对主义 向历史清算的红维兵行为 加拿大的意思 其实是一样的 很快中共就会采取左交的语言 其实这个在《华尔加日报》也写过一篇文章 就是中共的大外宣 已经懂得用左交的语言 去影响西方的知识分子 对了 你这种相对主义 就刚好 其实祖师爷就是列宁 帝国主义 跟他同一个学校的 其实根本是 跟着对这些人道危机 其他就守旁军的那些国家 你不出声 跟塔利班握手的那些 你不出声 你走去少美军 你走去少拜登 就算他最后撤军那一下 是做得不好也好 都没有来轮到美国给你骂了 是吧 要骂的 人家欠了你阿富汗的 你既然说别人不应该有什么人权做教师爷了 那美国现在听你讲了 我不干预内政了 我走了 都不行 是吧 那就是揭出这些虚伪的底牌 跟王毅一样的虚伪 表面上是人道主义者看下去 这些左隔表面上是人道主义者 但是你揭开人道主义的面皮下面 实际上正正在支持独裁政权 什么叫做谈判 跟塔利班谈判 就是等于跟共产党谈判 国民党是不是想跟共产党谈判 当年美国的左隔就是误导美国政府 逼蔣介石 是放弃第一次围攻长春之后突然间谈判 如果第一次围攻攻进去的话 基本上消灭了这个林彪的部队 就不会有这个1949年了 嗯 但是左隔误国怎么会 怎样只是阿富汗 整个失去中国 就是那些纽约时报记者 斯洛 延安调查团的谢韦斯 John Service这些人 全部有名有姓的 为什么有麦卡锡主义出现 50年代 为什么美国政府会 恐共的情绪去到这样的地步 今天就认识得少麦卡锡 大家有没有看过当日麦卡锡出现的原因是什么 其实是因为丢失大陆 韩战 然后在韩战里面死了多少人 你不看日本的改造 南韩的改造 没有美国 今天的日本和南韩会是怎么样 嗯 完全赤化了 已经在二次大战之后 没有冷战的体系 香港还有今天 还可以苟延残喘 一早已经是南深圳了 嗯 是不是啊 没有冷战的话 所以说香港里面也有一帮人是什么呢 对自己的历史一无所知 嗯 很简单 没有美军的牺牲 今天不存在一个国家叫南韩 是不是 北韩就已经统一了 由北韩去统一整个朝鲜半岛 南韩总有一帮左家 每天都要求和这个北韩谈判 谋求民族统一 然后天天去反美 日本也是 只不过因为美国政府是不会 要求南韩政府取代当地的反美组织 不会像中国大陆用小粉红杯葛 韩国什么女团天团 韩国乐天集团 等等这些东西 美国政府是不会做这些东西 于是全球的知识分子 想着舔道德光环 就拿美国政府来组织 好了 现在中共大外宣一出来 就自己埋位了 是不是 就自己埋位了 所以我就说 这个三万美军铸台这件事 也是笑片来的 我觉得 基本上我觉得 这个康员是 写错的 我觉得 其实是 就是说有三万美军铸台这件事 咦 曹总怎么说说一下 又消失了 可能去见阿怡 希望曹总快点回来 刚才开始之前都试过了 其实已经是 那待会他再登入的话 应该就会回来的 今次 那就是这个 继续讲下去 这个三万美军铸台这件事 就是实际上我觉得 就是 借这件事 来去再进一步转换 这个塔利班 美国放弃阿富汗这件事 那现在 中共的宣传的主旋律就是 美国不可靠 是吧 经营阿富汗二十年 说走就走 至这个阿富汗政府于不顾 然后 仓皇而逃 将政权交给塔利班 但是大家如果作为一个正常的公民 就是 对于整个阿富汗这二十年的历史 应该要有一定的认识 我觉得 要不然就很容易掉下去 这个所谓的中共的大外宣的圈套里面 于是他否定了美国在全球里面 那个军事 和那个commitment 其实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攻击美国的道德形象 而国内 美国国内的左交媒体 其实和中共的大外宣是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但是 在整个下太战略的转移里面 也是中共最不想见的是什么呢 就是美军re-deploy去关岛 或者和印度建立第一舰队 甚至 在美国 派军事顾问住在台湾 究竟有没有三万美军 回来了 回来了 阿怡有没有私信给你 不知道 无端端轻机 无端端不知道干什么 阿怡打给你 很多人说 是吗 阿怡这么厉害 这么发工 阿怡有很多粉丝 阿怡 刚才我在说 你信不信有三万美军驻台 不信 怎么会有三万美军 三万美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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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万美军到处都是 好像现在可以出街为和了 三万美军是 嗯 就是说 阿富汗 怎么来的呢 三万美军这个数字 就是这个美国的国会议员 这个康圆 就是提到 推特还是什么 就说这个美国 他批评美国阿富汗的驻军 其实 你只有那二千多人 其实你住在台湾 都维持了这么久的 一个相对稳定的政局 为什么要走呢 那他就数了 那下面就列出 就是在不同的地方 的美国驻军的数目 其中有写在台湾 就是三万 那胡锡进就立刻拿着 就是说 如果你三万美军驻台的话 解放军就立刻攻打台湾 这批准军事人员 或者军事顾问 住在台湾 第一 就是这个AIH 这个美国在台协会 搬到内湖之后 其实它是一个 外交的规模 外交正式的 这个领事馆的规模 那应该他们负责保安的 就是海军陆战队 而且是属于国务院的外交系统 负责保安的 就不是外聘的 这些保安公司的 应该有陆战队的人员 还有国务院 国务院里面的 保安公司 住在AIH 如果是 如果有熟悉台湾的 情况的朋友 都可以留言 看看我没有说错 第二就是什么呢 就是军事顾问 嗯 那有没有军事顾问 我觉得一直都有 只不过就是 不是用正式军事顾问的形式 因为你知道50年代 其实金门炮战之后 金门炮战里面有美军伤亡 就是说有美军 在金门的前线指挥国民党的军队 就是在日本时代 所以光川宁次维族会 就是支持日本 在战败之后 回到日本 有部分退役的自卫队 不再加入日本自卫队 就去了台湾 成为台湾的军事顾问 就叫做白富雄 改了个中文名 所以叫做白团 就是这个原因了 就是白富雄军事顾问团 最后一个 培训出来的国民党 最高级的指挥官 就是郭柏邨 郭柏邨是白团 参加过白团的训练 就是五十年代 六十年代 这个就是日本的军事顾问 美国是知情的 其实也是美国容许的 美国容许的 那就不是直接美国军事顾问 是以日本军事顾问的名义 在台湾训练这个国民党军队 那在七十年代之后 中美建交之后 有没有呢 有没有这个 美国的军事顾问 住在台湾呢 我没有证据 但我觉得一定有 嗯 因为这个是整个 整个美国 在亚洲的战略考虑来的 这个不关乎 跟中共建交的问题 嗯 好了 究竟 在未来 当这个美军 撤出阿富汗 不再在中亚 因为他已经看到 其实中亚的战略价值 是越来越低 越来越低 嗯 与其你派大量的军队 驻守在一些中亚的国家 倒不如就控制住一些重要的港口啊 运输啊 一些有战略位置的城市了 嗯 对美国来说 嗯 台湾 就是一个有战略 重要战略价值的地方来的 和位于中亚山区的这个阿富汗很不同 嗯 因为那个南海航道 台湾海峡 然后东海 就是一个南海 一个石油 运到东北亚的航道 那在这个 马陆甲海峡 就由这个 新加坡 看着 那大家知道 新加坡 其实都是美国马仔来的 表面上好像陈群 实际上 肯定是美国马仔来的 李光耀家族 然后跟着就到台湾 日本韩国 这样的话 这个这样的一个岛链 实际上就是会 在美国撤出阿富汗之后 美军撤出阿富汗之后 下一个的大动作来的 我觉得 当然 究竟有没有3万美军驻台 目前一定没有 嗯 但是美国军事顾问 会不会 长期驻扎在台湾 训练台湾的军队 或者是通过军售 顾问的方式 或者用私人的 就好像阿富汗里面 用那些 比如黑水公司 黑水公司 这类的 民间的军事公司 去协助台湾 去训练台湾操作的武器 我觉得应该会有 嗯 但是就没有3万这个数目 我估计可能3000左右 嗯 但是你觉得升温之后 它敢不敢动 昨天我的看法就是 我觉得 习近平是不敢搏的 这一波 哦 不敢搏的 不就是这么说 就是如果你说 就是说 这个面对西方围堵 尤其是第一岛链的围堵 印太四国的围堵 印太四国其实现在是在扩充着的 你知道呢 其实是法国佬 德国 其实都派海军进来 英国又出来军演 其实是巡迴军演 这个就是叫做 但是相对之下 就是说 就算你中国 你说你现在和俄罗斯军演也好 喂 大哥 如果你军演的话 你真是理真的话 俄国佬如果你说普及认真的话 为什么不跟你南海军演 俄罗斯没有海军吗 竟然跟你去这个什么 去零下那里军演 零下军演为什么 为什么 做梳 不是就是做梳 不是啊 不是啊 不静止啊 其实如果他在内陆的国家 你对于俄罗斯来说 其实他最关心的是什么地方 南海他就不理的了 其实说真的 他反而他最关心的 就是其实他自己中亚 中亚的国家 那些什么什么斯坦 什么什么斯坦 那些才是他的势力范围 他跟你中国军演 反而他是更加清楚你自己 在内陆军 就是你说在中亚 尤其是高地战争的实力是如何 这件事情 其实说真的 如果我是 我是习近平 我也害怕 你俄罗斯 你吃两家茶礼 你和中国又说朋友 你和印度佬又说朋友 是吧 我怎么知道 你会不会把我的东西 过给印度佬的 是吧 就是我不明白了 为什么是一个内陆地方 跟你军演呢 是吧 而且他还有军售给印度的 是吧 是吧 如果你有什么打算 是啊 是啊 中国的军售就是巴基斯坦 中国就卖武器给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的军队部分都在中国受训练 但是印度是两边的 现在 近这两年 在军事上和美国合作是一个很大的改变 其实 因为印度很多武器 其实都是采购成苏联和俄罗斯 传统上美国和印度在军事上的关系是不好的 其实根本是 嗯 所以我觉得呢 现在那些小粉红的高兴得太早就是这个原因 接着很快呢 就是这个 南海和台湾的局势会升级的 我觉得 是 是 因为美国是要显示他的战略转移 嗯 其实说了很久了 这个由奥巴马 决定增兵阿富汗开始 就说重返亚洲 而当时提出重返亚洲这个字 其实就是这个 Anthony Blinken 和现在的印太沙皇 就是那个叫做什么呢 印太沙皇的Kirk Campbell 是的 就是提出重返亚洲 但是 以而不决 决而不行 嗯 就是因为呢 又担心这样 又担心那样 又说 国务院又说 会这样就等于放弃这个阿富汗的这个妇女 又是这些问题了 那于是呢 就是 以而不决 决而不行 拜登 拜登昨天不是说得很白了 说真的 美国在阿富汗的任务 其实美国在阿富汗所做的事情 就是 就是 就是其实 他和Donald Trump一样 其实都是美国人优先 就是 他是不想在阿富汗再重演一次 有人利用阿富汗这个国家 再对美国发动攻击而已 他只要 斩草除根 他灭练杀了拉登 是吧 就是 那就已经完成了任务了 而你刚才所说 就是 你说美国佬 尤其是特朗普时代也好 你和塔利班 你自己有没有台底交易 有没有大家有个协议 是吧 喂 河水不饭井水 你不要再好像以前 资助阿盖达 再搞我 如果你不搞我 就不搞你 这个就是务实外交 是吧 喂大哥 他就说得很清楚 美国的任务 在阿富汗 从来没有说要帮你重建 是吧 如果你说真的 所以 其实他有个分别的 Donald Trump 是很现实的 他现实得来也不怕做真小人 说得明 我摆明就是自私的了 我不跟你说什么 左交 不跟你说什么人权 女权 这件事 Donald Trump 反而没有这样的道德包袱 大家也都预认了 但是反而拜登上台之后 他自己 这件事就是 预期管理 你说一套做是另一套 其实是 但是 美国国策 其实本身 这个有美国的民意授权 你只说 你说美国的民意来说 内部民意是七成人支持撤军的 而拜登也说得很清楚 过去二十多年 过去二十年 接近二十年 花了多少钱呢 是二万多亿啊 二万多亿啊 什么概念啊 二万多亿是等于 双倍于现在中国首持的美债 为什么要反恐战 在这个过程里放生了中共 是啊 整个反恐战的结果 其实是放生了中共 是啊 中共就是扮和美国一起去打反恐战 是啊 在这个过程里面 换取就是他自己的